上班太忙,下班太累,好久没有运动了 爬两层楼就好喘,好累,膝盖酸痛 上下公车,腿软没力 如果你是白领上班族,久坐族 或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 腿部肌肉够不够,对你来说更是加倍重要 为什么这样说呢? 我们的下半身容纳了很多血液 要把这些血液送回心脏和肺部 至少要将血液向上推高一公尺左右 而腿就是第二颗心脏 它像强劲的帮谱,把血液打回上半身 使循环系统通畅 只要腿的肌肉有力,就能分散心肺承受的负担 整个身体跟着变轻快,变健康,行动自如 如果腿的肌肉力量不够,血液回流不足 氧气和营养输送到全身的效率就会变差 让你一整天昏昏沉沉 除了影响工作效率,还会影响行动能力 像是走路迟缓,爬楼梯觉得吃力 我们知道腿的肌肉量很重要 但是,现在肌肉量足够就能确保日后万无一失吗? 随着年龄增加,你的身体组成也会逐渐改变哦 如果平常久坐,不运动 从30岁开始,人体每年都会流失0.5%到1%的肌肉 60岁以后,肌肉量更会以每年1%到2%的速度流失 而且流失部位多为下肢肌肉群 年长者更要特别留意,别让肌少症找上门 它就像颗不定时炸弹 一次的跌倒都可能影响日后的健康状况及行动能力 甚至导致失能等危机 日本体组成剂品牌TANITA 推出为腿部肌肉量打分数的产品 八合一脚点体组成剂BC771 只要站上机器,5秒内提供全身体组成数据 除了体脂肪、内脏脂肪、身体年龄等 还有全球首创的脚点功能,为腿部肌肉量平分 并提供三阶段标准 让你在家就能轻松掌握腿部肌肉的变化 了解是身体变强的开始 但也别忘了保持运动习惯 在电脑前做久了就站起来伸展一下 透过踮脚尖、单脚站立、深蹲等简单动作 让腿部肌肉运运动 加上适量补充优质蛋白质食物 就是善待第二个心脏的不二法门